欢迎光临郭德纲 圣诞之夜 掌声专强演出 希望我们今天的演出能够陪伴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快乐生活 表演者虎鱼龙 颜色祥 感谢大家的掌声努力 对啊 今天好日子啊 是啊 圣诞节 圣诞之夜 来这么多亲爱的观众朋友 对啊 借着机会我们小伙伴俩 自然带着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身体健康 国家观众 万事如意 瘦那快乐 快乐 开心来的 是 希望我们今天的亲爱的观众朋友 如果一个愉快的夜晚 上台呢 自我介绍一下 大部分的观众朋友对我们俩都不打十呼吸 我是 听不见是吧 我再找个事 手再大一点 听见了吧 好吧 自我介绍一下 您说说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我叫孔云龙 这是他 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搭档 我 这个人姓朱啊 他 叫朱财怪 您先等一会儿 我来你的 我叫什么 朱财怪 这什么名字 我听谁说的 他都这么叫我 开玩笑的 我不是朱财怪 我是朱财怪 我是朱财怪 这谁跟你这么说的 他又为什么不叫你 开玩笑的 我叫颜鹤翔 颜鹤翔 重新再介绍一下 重新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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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是 我叫孔云龙 颜鹤翔 站在我身旁的是我的搭档 他叫颜鹤翔 不是朱财怪 你别搞个内聚 我替你承听一下 你用承听送回来的 颜鹤翔老师 颜鹤老师 我认为他就是我心目当中的伟人 我都宠伟人了 真的带我心目当中的伟人 是 这个人士方面要比我强 您过于 这是原本 你拿我来说吧 没有什么学问 我在小本毕业 您拿我 我拦你去 什么叫小本 小学本科 小学哪有本科 学界比我强 我呢 大学生 念过两千诗 我们后台一些演员 有不明白的 不知道的事情都向人家请教 问我 一一的都能给你解答了 什么互相交流 懂得也多 大家伙爱戴他 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什么呀 万能插头 万能插头 我没算明白 行动我知道的多 我叫什么 万能插头 这什么意思 这咱们大家伙都用了电脑啊 电脑边呢 这有一个那个 USD那个插头 我知道 您就是那USD那个插头 为什么形容不存在的呢 连设备都弄着一插 什么设备都弄着一插 什么设备都弄着一插 懂得比较多 我这大门就跟电脑有什么气啊 非常的国学 什么知识都能存起 嘿 这个比喻很恰 这USD这个插头 我一走在马路上 不是走后台 看见他都乐意喊他这个外号 路我也爱听 特别爱听 是啊 我们走到马路上了 看见他我喊他这个外号都特别高兴 咱来一回 来一回 啊 U SB 你看SB呢 我 我说你是U 行行行行 周万龙插头吧 就是懂得多 做事懂得多 懂 博学 别这么开玩笑 严和祥老师这个人 我认为就是他 嗯 特别的有 有品位 我有品位 哎呀 而且啊 什么博学 是说完了吧 整天这个人呢 嗯 在咱们生活当中 非常的 做什么事情都非常的完美 你举此的例子 举简单的例子吧 嗯 这个 这个 因为咱们大家都坐过 火车 都坐过 火车上呢 有那个 公公厕所嘛 卫生间 公公厕所 这个 把手啊 嗯 这有一个牌子 里面要是有人呢 会显示一个红颜色的牌子 哦 里面要是没人呢 显示一个绿颜色的牌子 哦 跟着锁是连的一块 对 嗯 好多人连看都不看 走到我们跑这 啪 就懒一点这把手 嗯 懒得动呢 里面就没人 懒得动呢 里面就有人 有个这样 杨和祥老师 根本就看不惯那种情味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这样很不礼貌 怎么呢 你很轻松啊 到那儿懒一点这把手 万一里边有人 你吓着人家不好 容易惊吓 杨老师从来不这么做 哦 我遇到这种情况 什么样 走到门口 嗯 很仔细的看一眼这牌子 哦 是红颜色的 还是绿颜色的 啊 一看 绿颜色的牌子 那就是没人 把门就拉开了 嗯 脉户就进去 嗯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这时候很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怎么了 里边就蹲着一位女同志 蛤 二人四目相对 叫 僵持了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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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两个人都很尴尬 这能不尴尬 这个时间呢 凝固不住 哎 太疼了 表示闫额祥老师这个人 能有学习的 哦 我是什么样的 嗯 那闫额祥老师赶紧的出来 把这门拐了 是五分钟 是五分钟看过来 我一般人扭头就走 那还不走啊呢 闫额祥老师不走 我干嘛呀 站在门口这儿 谴责自己 我吃饱了撑着 我为什么这样 哦 我 我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啊 哎呦 我走到门口 我咳了一声 我有负担吗 这倒是 没有负担 嗯 我敲一敲门 我有负担吗 发生不了了 我也没有负担 嗯 我怎么能这样 不太好 要是闫额祥老师 嗯 把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情 办得很完美 这件事我怎么干呢 打刀 你把眼镜挑出来 带好了之后 把这门 他拉开了 对不起啊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 这算是有修养了 这本 向咱们也赔礼道歉 没穿戳 没有修养 我没流氓了 打人家上辈人 就有修养 我们家上辈人 都闯女厕所是吧 这拿杨和杨的祖父来说 哦我爷爷 老爷子有修养 这你好好说 过去在北京 那是一大户 都知道 这他爷爷过去在北京啊 嗯 趁十三进四合院 你说这什么 什么盖子 十三进四合院 嗯 老爷子 就中国当中 穿这个衣服都不一般 哎你把这个说着 穿的那个 水塔的大衣 水塔的帽子 水塔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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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塔的卦 水塔的微博 水塔的手套 水塔的口罩 水塔的眼镜 这就是一个水塔 我爷子都把刀子成那样 有钱 有钱就刀子成水塔 煮了一个水塔的文明屋 不知道拿哪做 哇 水塔的文明屋 这什么不为人 我那一站成大企业家一样 企业家都这么多呀 出门人就坐车 是啊 在1943年的时候 严和祥他们家就有汽车 这倒是 1943年 全国还有多少辆汽车 我也有一千多辆 人家家就有一辆 老爷子出门人坐车 多有身份 这个水塔的文明屋 哎呦 往车里一坐 好嘛 照顾给司机 嗯 开路 对 今早 1943年 这日本的泰军是不是 我说泰军 怎么 咱们说话 这一车 开车 泰军军日本人 老爷子人一哭 嗯 开车 在后面进食了是吗 他后面 他干嘛一边走一边咆哮 不是咆哮 他干嘛呢 在那个年头 北京的路不跟现在是一种平 嗯 现在是百游马路 还没路 那个年头那个道路它不平 它颠呢 对 这下来走这不就完了吗 那不行 水哪都嫩当 对 对 我走不走 过来 开车 嗯 哇 这在咬着司机 那个嘴啊 周围啊 都湿 都湿 这样那孙湿 哎呦 我呀 湿湿 谁卡那毛黄水呢 我是 啥 你先就别说这 对 回家之后 嗯 家里面的佣人老妈的手里也使了鸭子 一百多头 哦 站起来我们两个大佣 嗯 迎接他几次 看是贵的 在那儿站着 这叫信念 我都热乎点 贵的 哦 好绅士啊 家里面的大管家上前开车门 他走出下车之后 嗯 嗯 水塔文明围一抬手 大管家双手得接过来 嗯 嘖 看 水塔的帽 嗯 大管家双手接过来 嘖 你归起来真大 水塔的大衣 嗯 都不正经脱 那怎么脱呢 就一抖着肩板 不干事 我土素没胳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他哭啥了 那脱大衣怎么这么脱啊 这么脱有身子 哎 哎 大衣怎么一困 哎 一大衣 我们掉地上 照着这家 后面有个小伙子 嗯 家里有个小伙子 你干嘛 职业贴大衣的伙子 职业贴大衣的伙子 职业贴大衣 那怎么说话 走鼻 好大的观察 有身份 嗯 走鼻有位学姐 你学姐 有位学姐 手沾人训话 特别有身份 嗯 嗯 这个 大太太跟花儿想抓回来了 行了 我那个天 还有身份 西班上花儿想都倒了 还在这儿买给他认 很有羞养 你家里面的 家里面的用人回话 也是什么千美 哦 用人怎么回话 跟老爷回 嗯 已经派厨子去追了 厨子走到当天晚上 二太太就回家 我们家飞乱了 男子汉打仗 难免欺负贤 你死不孝 这都让我们家赶上了 哎 我说你们家有钱 这是真的吧 有钱两个五水卡的探户 我说 我觉得这有钱的 是特别会摸着 是 是 想干啥就干啥 我们后来有几个钱的 是 一是他 嗯 还有一个大胖子 谁呀 孙悦 哦孙悦 大胖子三美多斤 哦 他们家有钱 有钱人都好玩车 是啊 你看这大胖子孙悦 三美多斤 好玩摩托车 我高了迷了 就玩摩托车 也有摩托车 也有摩托车 买了一个 五零的这个 木兰 超窄的 你让我看 三百多斤 开一个五零排量的摩托车 五零的木兰 改装啊 怎么改装 有五零的呢 就说改装 买一个排气管子 花了一种管多 哦 就这么多改 卡了一个 按照零件改 这什么烧包呢 刮这车啊 买这车啊 才花两分乐钱 是啊 改完之后 买这些零件刮了二桌子 这图什么呢 五零的摩托车 骑在马路上 回头率百分之百 谁都看了 多人都看了 嗯 好多人都夸 二哥 你看 二哥 快开 半分吧 你看这书子的 蹲蹲蹲过来 别不怕 这肉吧 摩托车都盖了 他不怕 这肉都被秃了到地 人手得气呢 杨哥 杨老师人家有钱 那我呢 有钱的人也玩车 是啊 不如摩托车 那我玩 玩气车 玩的气车还行 自然改装 买那奥托吧 就改这小事儿 哎 你改这车肉科 我不心疼吗 到底是 你说你买个兵力 你帮一下滚树上来 你心疼不心疼 那我得自杀 买奥托改装 奥托是零点几排气量 0.8的 0.8的排气量 经过人家改完之后 6.8T 我做死了呢 我做死了呢 我给你帮你帮家吃了 你帮我 我给你6.8的排气量 6.8T 他还都飞起来 刺激 这刺激 这刺激咋没 寻找这种刺激 没人 一个人啊 开车出去 工串 也就一个人 那家伙事儿 除了我就是干嘛 家里有钱 他父亲呢 经常劝他 怎么劝他 不要好玩的气托 不好 改装的太危险 是 跟着我学 跟我父亲学 跟他父亲学 啊 没人人家哥过来过来身体 这好 有帮助健身了 他父亲今年六十多岁了 是 看着不像 像个三四十岁的 就这么年轻 学特别棒 人家这台啊 叶零雕蹭下就穿上来 嗯 马路上就护栏 嗯 店龙腰蹭下就穿上去 我这走城管的 是吗 穿护栏吧 走天桥吧 证明一下 这个体格棒 那别大样的 每天做了身体 嗯 早晨五六点钟出去 做了身体 是 早晨五六点钟 正做晚的 五六点还晚 哎 有时候老爷子凌晨 凌晨三点钟 起来就是上班 做了身体 干嘛这么早啊 凌晨三点 那个点啊空气好 是啊 老爷子出现 三点钟 哦 站在马路正当宫 嗯 说那有抬气 哦 气功有这么说的 站在马路正当宫 嗯 把那护栏都搬边了 我这对抗正主是梦的 帮护栏梦啊 爱的事 他就坐在身体上 爱的事 非得站在护栏那边 嗯 站好之后 就采气 哦 老爷子运好了气在这 这不是采气 这是倒气 哈哈 这是倒气 这憋着磨叉 不要 他往里边吸了 新鲜风气 不是变气风 大半夜 零门三点 虽然说马路上车少 嗯 但是勇敬了过这两个车 你鼓一下也受不了 是啊 有那半夜徐罗的民警 嗯 说看一下 哎呀 太低下了 我也说一声 嗯 一看谁老头 哎呀 老头 你站去 你还说那父亲站这儿啊 赶紧搭车 老子都回事 嗯 人搭理都不搭理 啊 还在这儿再气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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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结构能稳定 警察 因为我们可能是生太小 没听清楚 嗯 没听见 再大一点 老头 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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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头 人家父亲 他也没有了一件警察 嗯 啊 啊 哈哈 哈哈 还在这儿 警察有点不良秀 是 老头 叫你快站 这边啊 快站 我怕他流氓似的 不是 哈哈 警察生气 啊 就就愤怒了 他爸呢 也生气 是啊 一句两句不老是为 防护转 他爸爸就说 快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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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帮老板去断食品啊 我这个大罪人 我找死 我出来断食品不赢啊 直接帮护兰 嗯 爱起事儿 抓人家在那儿 踩气 懂不懂 这叫踩气 你能不明白 挺大油急的 嗯 老头儿站着回家去 什么踩气 我不管 回家把裤子也穿着 有 不 有 各位 您请赶上cri 你就半辈子 有不能呀 于谦 哦 哦 哎 哇 哎 哇 嗯 哦 我